哈囉 大家好 我是漾漾姐姐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是漾漾姐姐的寵物 印度新規 登登 為什麼要把他們泡在水盆裡呢 因為他們現在在用熱水泡澡 用熱水泡澡可以幫助他們秉秉跟鳥鳥 但他們今天似乎不行 好 接下來要跟你們介紹到的呢 是我們家印度新規的家 這邊有一個水盆 如果他想要泡澡的話 漾漾姐姐還沒有下班回家 所以他可以自己來泡澡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小碗 讓他們吃飯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窩 那為什麼上面要有兩個燈呢 因為這樣子這個會亮 然後這個只會發熱不會亮 讓他們有白天跟晚上的差別 最重要的就是呢 在新規的家裡面 我們要換一個溫度計跟濕度計 提醒自己把這個環境 維持在他最舒服的溫度跟濕度 各位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動植物 以及科學知識的話 不要忘記囉 每個禮拜五晚上五點鐘 一定要準時收看我們的快樂孩子王 兩次的佐藏 我們來自封舍 我們去做那麼很好的 砂聊天